医院怎么会被人纵火呢 这是因为挪用公款被开除 居然放火烧前东家 新北市这名24岁的陈姓男子 之前任职礼仪公司 但是因为私吞20万元被炒鱿鱼了 半年来一直工作 心生怨恨 潜入更新医院地下室的 头戴着安全帽鬼鬼祟祟的从仓库走出来 这名陈姓男子因为不满被开除 竟然放火烧前东家 之前任职于更新医院地下室 四楼礼仪公司 去年底陈姓男子因为私吞公司 20万公款被开除 结果之后半年他都找不到工作 他心生不满报复 潜入礼仪公司仓库 点燃香烟纵火 所幸警卫及时发现 火事很快受到控制 只有一些祭司用品和神像遭到熏黑 礼仪公司态度低调 对陈姓男子的一切不愿意多 对陈姓男子的一切不愿意多